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今天的題目是愛可以永恆 但在這個世界上 愛情變得很講感覺 一不喜歡就放棄 親人都可以反目 究竟這個世界上有沒有永恆的愛呢 今天跟我們分享的嘉賓 他為我們分享 就是他在世界上找到一個可以永恆的愛 我先介紹今天的嘉賓 就是芳文 他是著名的發燒唱片的歌手和監製 可以用內外兼備的時代女性去形容 我們先請我們的見證嘉賓先上台 大家好 我今天想跟大家說說一些見證 就是我自己親身的經歷 因為今天是很濃縮的 希望在15分鐘之內 就能說完我的前半生 可以嗎? 其實主要就是 我覺得神很愛我們 因為他愛我們是很恆久的 就是愛是恆久 愛是恆久忍耐 我想跟大家說說 我曾經聽過一個故事 而這個故事就是說 有一個人他發夢 我們經常都會發夢 那為什麼這個故事 我這麼想跟大家分享呢? 就是因為這個故事 那個人 他發夢的時候 他走在沙灘那裡 他就看到兩行的腳印 一對就是他自己 有兩個腳印 另外有兩個腳印 原來是神與他同行 大家有沒有聽過這個故事? 有些朋友都沒聽過 再聽一次,好嗎? 他就覺得主與他同行 很應該 因為聖經是這樣說的 但是當他在很失意 很不開心的人生的低潮的時候 他就發覺 沙灘那裡 只剩下他一對的腳印 他就祈禱 他就問神 神啊,為什麼我會得一對腳印? 為什麼在我最不開心的時候 你去了哪裡? 即是他很不開心 平時你在這裡 為什麼我最需要你的時候 你不在這裡? 神就微笑地跟他說 其實 兒子、兒女 我們神的兒女 他就這樣跟他說 其實我一直都在跟你在一起 你看一下,你看清楚 這個腳印不是你的 是我的 是我一直抱著你 我跟你一起走的 我聽到這裡,我很感動 即是我覺得 原來我們從來沒有想過 原來神是無論在什麼時候 都一直在扶持著我們的 只是我們不發覺 不知道 尤其是當我們很成功的時候 覺得什麼都是自己的功勞 又不謙卑 又不會懂得去包容 或者去忍耐其他人 覺得什麼都是自己的功勞 你想一下 為什麼原來神一直在我們旁邊的時候 我們沒有感恩過 沒有想過 其實原來不是自己一個人的功勞 所以我就覺得 這個故事 我很深刻 我很想跟大家說 多說很多次 希望大家都可以 多跟身邊的人分享這個故事 好嗎 接著我就要很快就說我自己了 我小時候都是讀基督教的學校 一直都是小康之家 我家幾代都是馬來西亞的華僑 我們是很傳統的家庭 也很簡單、很樸素 他們也會拜祖先 沒有特別拜神 直到我去到中學 大一點的時候 因為我是讀科學的 我讀科學的 我就開始去求證 做很多科學的求證 看看這個世界上除了基督教 有沒有其他的神 會不會有其他的可能性 會不會只是 我小時候身邊的人就這樣跟我說 你一定要相信這個神 那其實會不會有其他神 我相信很多朋友 都可能會有這個疑問 我呢 都不例外 我就到處去觀察一下 其他的佛教、道教 什麼都有玩過 有那些靈異的探究 我都去看 我真的很八卦 小時候不認識 現在很流行的 那些靈探 玩這個、那樣 我不知道那些叫做什麼 發覺原來 所有東西 你發覺只有一個神 為什麼這麼說呢 就是 我覺得其他的宗教 他們都會覺得 神在高高在上 有沒有這麼覺得 唯獨是 基督教是與你同行的 為什麼我們的教 與其他人不同 我便覺得 這個教與別人不同 為什麼這個神與別人不同 我便反覆在想 原來剛才說 我沒有看過很多靈異 不同的宗教 到後來我讀大學的時候 我是讀了心理學的 發覺原來有很多科學的求證 可以破除其他的迷信 或者其他的宗教 我便覺得 這個神確實存在 亦有很多大學的教授 他們都是信基督教的 令到我覺得 我們這麼多科學人 都相信這個神 這個主 那我都應該沒有錯了 大家都可以用這個 科學求證的方法 就不要只聽別人說 自己去感受 你經常說自己是基督徒 那你有沒有試過 真真正正每天去祈禱呢 有沒有經常去讀經 有沒有去跟朋友分享呢 不是這樣說的 你是要以身作則 自己去感受 這個是我自己一路以來 有小到大 就是親身的感受 去到工作 還有我有很多重的身份 不同類型的工作 我也有試過 我又在醫院做過幾年的護士 接著又讀大學 所以就變了很忙 很多人都會說 我很忙 我很少祈禱 沒什麼時間回教會 我為什麼要回教會呢 我相信就可以了 很多人都會這麼說 我以前也是 我以前都會覺得 很忙 我要先賺錢 我要先做其他的事 我要照顧家庭 我家裡去到後期 我兒子、我兒子和我兒子 他們都先後患了癌症 很巨大的一些家庭的事 大家可能看我 好像每樣都很順風順水 很平常 好像成績很好 小時候又很平靡清雲 沒什麼大起大落 經常都看見我笑臉盈隱 所以我的樣子可能比較嚴肅 但是我是不是真的這麼順利 我可以讓大家知道不是 我相信人的一生 一定會有很多不同的喜樂、挫折 你如何去面對 我以前就會靠自己 雖然信了主很多年 但我還是習慣了用自己的想法 去解決一些問題 直到家裡出了這麼多大事 我就開始覺得 很多事情不是我們自己可以控制的 那如何好呢 我就嘗試多點祈禱 多點交託 因為純粹帶他們去看醫生 所有事情 我都算專業 我都做了我要做的事情 那如何呢 每個人做完手術出來 又再生出來 很絕望 是不是 我弟弟那時候很年輕 但是我沒有想過 譬如我舅父年紀大 都有心理準備 因為他肝癌 我心想 肝癌應該比較不敏 誰知道 都七老八十 居然 我帶他去找了比較好的外科手術醫生 切完腫瘤 很安心 不夠兩個月 就把更大舊的生產出來 很絕望 真的很絕望 於是我又繼續祈禱 繼續找不同的求醫的方法 不要再求神問卜 真的專心地為他們祈禱 即使我們有些家人都還未相信主 不要緊 其實你繼續單方面為他們祈禱 一樣會有神跡的出現 而正正在我身上 我就發現了 很多這些 好像很無關痛癢 可能只是巧合 但是我自己很深信 這個是神跡 因為不會一次有一次的巧合 即是 很多人可能現在科學昌榮 很多人都會 癌症、心臟病都可以醫治 但是老實說 這些真是頭號的殺手 不是那麼容易可以治療得好 即是我弟弟很年輕 我舅父年紀很大 還有一些很嚴重的癌症 切完之後又生出來 但是最後是治療得好的 暫時他們每個都很健在 即是都十年八年了 那真是一個神跡 即是我們不會去飲藥符 我們沒有的 我真的單方面為他們祈禱 我真的單方面為他們祈禱 原來神一直與我常在 這個我深深地體會得到 大家如果遇到困難的時候 不妨去交託 去嘗試一下 用心去祈禱 看聖經 就算你未信主也好 你試一下這個方法 你自己也可能會平靜下來 而且你也會比較容易清醒 想到更好的方法 所以試一下沒有懷 大家稍後會不會相信主的 盡快決斥 好嗎 另外 除了交託之外 其實 還有一件事 除了我家裡的事之外 就是 近這幾年 社會變化得很快 有很多突如其來的社會現象 一些不開心的事情 大家或者工作 健康都很不如意 是不是 我更加覺得 是要交託的 我經常跟我身邊的朋友說 你無論有多信 信了沒有 或者未信也好 交託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大家有沒有試過 祈禱用心地去交託呢 還是只是 我祈求明天考第一 明天考試合格 是否只有這些 我祈求一定要升職 加薪金 會不會呢 你試試想想 所謂的交託是應該怎樣做的 如果不認識就不要緊 多點跟我們的弟兄姊妹聊天 還有看多點聖經 因為神的話語都在聖經裡面 我們聖經裡面有說到一個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個很好的福音 是《馬太福音》裡面的十九章二十六節 它說 耶穌看著他門說 災人這事不可能的 災神凡事都能 就是我剛才所說 無論我們有多厲害 很多東西不是我們控制的 除了我們這幾年的社會不斷地變化 而且又有疫症 現在我們很徬徬 疫症我們都不知道何時會中 是否我一定會中 我告訴大家不是 我還沒中 Touch wood 沒有很多Touch 我想問有多少朋友跟我一樣沒中 原來是否有很多 有很多 原來感謝主 是否 我希望和大家一起在教會主內 在前方做健康地學習 各方面堅持在內 以及隨時可以侍奉奉獻神 好嗎? 我們將榮耀歸於主 感謝主 我們現在想請鑽石山浸信會中至廣牧師 為我們分享信息 謝謝牧師 各位朋友、各位來賓你們好 願你們平安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一個名詞叫做隱蔽青年 有吧? 大家知不知道何時開始有的? 原來他是來自東營的 他是來自日本一位社會學家提出 時間在1998年 距離原來已經24年 隱蔽青年在說長期留在家裡 閉門不出街 不上學、不上班 幾乎還不跟任何人有交流的年輕人 曾經有學者在香港提出 他在2017年提出 全香港大概有14萬 14萬這麼多的隱蔽青年 再加上這幾年的疫情 實際情況可能遠超過這個數字 他們終日隱藏自己在自己的房間裡 足不出戶 當家人在家裡活動的時候 他們往往就隱藏自己在自己的房間裡 等到家人睡著了 他們才出房門去開始他們的活動 他們失去了跟人溝通的興趣 亦都放棄了被人關懷的機會 他們不敢去愛 亦都不敢去被愛 為甚麼會這樣呢 為甚麼會這樣呢 大部分原因是因為他們在家庭裡 希望得到關懷 卻遭逢拒絕 甚至暴力的對待 暴力包括言語的暴力 在人際關懷 他們很希望得著友誼 卻在同伴當中 他們得著的是欺力 於是他們將房門關閉 亦都將心門關閉 拒絕跟任何人接觸 亦都拒絕了愛和備愛 面對這些經驗 他們成為了隱蔽青年 各位,在過去的我們每一個人的經歷 會否都讓我們在心靈裡 成為了一個隱蔽青年 當我們期待得到愛的時候 很希望得到關懷的時候 誰不知 他是面對拒絕或欺凌 在心靈裡 我們亦都不其然成為了一個隱蔽的人 從此不再相信愛 亦都不敢去愛 亦都不敢去避愛 是應該找到愛的地方 找不到愛 的確會令人感覺到失望 令人沮喪 過去幾年因著疫情 香港的家庭暴力情況 有上升的趨勢 不過家庭暴力這個詞 是隱蔽著一種矛盾性 家庭應該是愛的避難所 是嗎 一個得到親情庇護的地方 但現在在家裡找不到愛 腳趾有暴力 表現了人生的荒謬 人性的無奈 在應該愛的地方找不到愛 的確會令人失望 令人沮喪 這份失望 這份沮喪 很實在 實在 都甚至會讓 我們不再相信有愛 不再相信有永恆的愛存在 不過 各位朋友 我要告訴大家 的確有永恆的愛存在 而且祂是期待著你可以得著 並且永遠擁有這份永恆的愛 當中最重要的就是你要知道真正的愛的源頭 而這個愛的源頭 正正就是那位愛你的神 你的創造主 你是因為神的旨意而被神創造 而神創造的目的就是要讓你得著這份從神而來 預設給你這份永恆的愛 只要在神永恆的愛裡面 我們就會明白自己的根源 身份 人生的意義和目的 究竟這位神 如何愛我們呢? 在聖經耶利米書三十一章第三節 神親自對你的話 大家留意 在神講 不是牧師講 神這樣說 我以永遠的愛愛你 因此我以慈愛吸引你 我再說一次 神對你這樣說 我以永遠的愛愛你 因此我以慈愛吸引你 在這裡 神對你有一個雙重的宣告 神先宣告祂對你的愛 我以永遠的愛愛你 之後神道出要讓你知道這份永恆的愛 所用的方法 我以慈愛吸引你 我以永遠的愛愛你 就是這位神用那份永恆不變的愛愛你 用那份永遠沒有結束的愛愛你 我以永遠 create your eyes 用那份永恆的愛愛愛你 請你留意 那份愛的對象是誰? 是你 被爱的那个是你 基督对你的爱 是多么长阔高深 这个爱是过于人所能策度 对你 神也有第二个的宣告 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 慈爱原来本身的意思 就是苦就屈身的意思 原来神他苦就屈身 去知道你的需要 所求的就是要你有生命的益处 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 这句说话所宣告的就是 神单单主动地伸出他慈爱的双手 要拉你在他的怀抱当中 同时神也愿意苦就屈身 去到你生命的里面 一直去引导你 一直去带领你 使你走在梦幅的道路当中 这些一切一切都是源于 神对你那份的爱 神爱不爱你 所以神对你说 我以永远的爱爱你 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 神实际上是对你这么说 因为我会用永远的爱 这种没有结束永不改变的爱来爱你 因此我要用我的慈爱 我的怜悯去苦就屈身 去就近你 为着你生命的益处着想 我用这些慈爱吸引你来跟随我 神就是这样爱我们 神没有让我们在黑暗当中自己去探索 左差右上怎样才能得着呢 这份永恒的爱没有 神却藉着圣经 很明确地启示祂对我们的爱 神单单是我们生命的起点 祂更加是我们生命的源头 如果要寻找神对人的爱 你先要去转向神的话语 你必须将生命建造在祂永恒真理之上 在你未认识神的时候 原来这位神已经很记挂着你 在你未成为胎儿之前 祂已经去爱你 祂定意要去爱你 当你还未出生 还未存在之前 神已经作出对你爱的拯救计划 事实上你的出身在祂的意料之中 你是祂所期待的生命 因为祂要用永远的爱去爱你 神创造你的动机 是因为祂要爱你 当世界的根基美立之先 神已经计划并且去描损我们 让我们成为祂爱的焦点 在创造世界之先 神已经记挂着你 正因为这样 祂创造了世界 设计这个星球的环境 如果我们可以生活在当中 我们是祂爱的中心 并且是所有创造的当中最宝贵的 圣经这么说 神借着真理去给我们生命 使我们成为祂所创造物当中 最宝贵的一个 我见神是多么爱你 多么珍视你 祂是一位充满慈爱的神 这样的爱难以拆夺 却稳固可靠 神创造你 你是祂永恒爱的对象 你要让你的生命 建基在祂的恩手当中 圣经又告诉我们 神是爱 大家有没有听过 这个并不是说 神有爱这么简单 但是清楚说明 神就是爱 原来爱就是神的声情 是神自己的本质 祂创造你 是因为要向你显明 祂对你那份永恒的爱 神这样说 你出生以来 我就照顾呵护你 直到你年老发白 我还要继续去怀抱着你 我创造你 必定照顾你 大家试想一下 如果这个世界真的是没有神 到时候会是怎样 我们是什么 我们每一个都只不过是一个物理界意外的巧合 刚才方文小姐说她是读理科的 如果我没有神 这个世界真的是没有神 原来我们每一个都只不过是物理界意外的巧合 是宇宙中随机出现的副产品 如果真的没有神 原来我们的生命再没有任何目的 再没有意义 也都我们每一个都不重要 人世间再没有对或者错 在短暂人生之后 再没有任何的盼望 不过 正因为神就是爱 我们的生命 并具有永恒的目的和意义 因为神就是爱 所以神最盼望 我们在世界上知道 并学习的功课 就是如何去爱 和被爱 当我们去爱的时候 我们会更似基督 让我们明白到 祂对我们的爱和恩典有多大 爱应该是你生命当中最优先的次序 是最基本的目标 最伟大的志向 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 因此 保罗这样说 我即使有讲道的才能 能够动识各种知识 各样的傲备 甚至坚强的信心 能够让我移山倒海 只要没有爱 我就算不得什么 十届里面 四届是讲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 其实六届是讲我们和人之间的关系 但是十届全部都是集中讲 如何爱神、爱人 主耶稣也将神最体重的事 总结为爱神和爱人 主耶稣这样说 你要全心全情全意 爱主你的神 这是第一条最重要的戒命 第二条也是一样重要的 你要爱伦者如自己 学习爱神 然后学习爱人 这是我们人生最重要的目的 各位朋友 各位来宾 你的生命最重要的 你的生命最重要的 不是当今你要追求那些成就 或者财富 而是爱 而是永恒的爱 人生的重点 是要接受神的爱 并且学习去爱 是爱 爱神和爱人 有一条人生的算术 算术题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懂不懂计算 有人说 原来当人 一个人的生命 减去爱之后 出来的结果是什么 大家知不知道 一个人的生命 减了爱 最后出来的结果是什么 答案就是零 没有意义 因此 神要我们 将爱 放在你生命最首位 而爱是永远长存 圣经说 如今有信 有望 有爱 这三样 其中最大的 是爱 德兰修女也说 你的人生最重要的 不是你做了什么 而是你为这件事 付出了有多少的爱 爱是永远长存的秘诀 作为一个牧师 我陪过很多人 度过他们生命最后的一刻 当他们面临离世的边缘 生命即将终结的时候 人总是希望什么 他所爱的人 和他有关系 有爱的关系的人 围在他身边 是不是 在人生最后的一刻 我们都知道 爱才是我们生命的全部 懂得 将爱 看为最重要的 这个真理 这个才是聪明人 大家是不是聪明人 是不是 不要等到最后 回不了回头 你才明白这个真理 这样 原来单单在口头上说 爱是很重要 其实不足够 你还必须以实际的行动 去接受这份爱 主耶稣为了我们做些什么 大家知道吗 基督爱我们 为我们 舍命 神 神爱世人 甚至赐下他的独生子 赐给他们 叫他们 不致灭亡 返得永远的生命 这个就是神对我们的爱 赐下他的独生子的意思 就是神愿意付出 神付上他的儿子 独生儿子 目的就是要带给我们 有永恒的爱 各位朋友 各位来宾 你看到吗 原来你在神的眼中 是多么重要 甚至远超乎你的想象 你在神的眼中 是这么重要 你在不在意? 就算你不在意也好 这位神也很在意你 神在意你的人生 神在意你的生命 神爱你 所以创众你 神愿意去照顾你的人生 因为祂真的很希望 你能够拥有一个丰盛的生命 一个永恒爱的生命 而神这个计划 这个设定 神是要让你传到永远 祂很希望你能够永远 活在祂永恒的爱当中 神为我们的人生所定下的意义 和目的 就是要我们能够进到在祂 为我们所预设这份永恒的爱里面 我再说一次 神是要我们能够进到在祂 为我们预设这份永恒的爱当中 各位 如果你真的认同这份永恒的爱 是你生命的需要 是的 是我要的 你就要立即行动 你要去回应 你要去接受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我现在就要去回应 去接受神这份永恒的爱 为什么 因为你不知道 你还有多少次的机会 环境会变 人会聚散 你不能够保证明天的你是怎么样 是不是 你若果要接受神对你这份永恒的爱 最好就是现在这个时刻做决定 有所行动 在祂面前回应 好吗 现在就让你自己 接受神这份永恒的爱 好吗 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 我们亲爱主耶稣基督 我们要多谢你 因为你就是爱的源头 你赐下生命 并且愿意在十字架上 将自己牺牲 撕裂你的身体 流进你的补血 目的就是要买属我们 让我们能够得到你这份永恒的爱 在人世间我们面对很多很多很短暂的爱 甚至我们以为有爱的时候 原来这些爱只不过是一些交易 一些利益 又或者带给我们一些伤痛 一些失望 一些沮丧 而至于过去的日子 我们根本不再相信爱 更加不会相信有永恒的爱 但是今天我们多谢你 你让我们每一个 从圣灵当中 从心底里面 知道原来真是有永恒的爱 在我们的里面 这个爱是主耶稣基督 你赐给我们的 你作为神 你竟然肯为我们牺牲 在十字架上面 你更加愿意 与我们同行 你苦咒我们的需要 愿意进入在我们生命当中 去引领我们 去带领我们 能够在你蒙福的道路里面 你以永恒的爱 来去爱我们 你用你持爱的恩手 继续拖带我们整个的人生 并且让我们得着永恒的生命 这份这么好的爱 主啊 我真的很想要 我真的很想要 在这里我作出呼吁 各位在座的每一位来宾 每一位朋友 你在这一刻 你愿意相信这位主耶稣基督 你愿意从他身上去经历 这份这么厚的爱和恩典 你愿意得着这份永恒的爱 这个永恒的生命的时候 我现在呼吁你举手 让我可以为你祷告 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如果你愿意的 请你举手 让我可以为你祷告 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你知道神这份永恒的爱 这份恩典是多么浩大 你在过去的人生里面 所经历的 原来可以改变 这位神 他真的愿意 将这份永恒的爱 交给你 赐给你的时候 你很想很想去得着 如果你愿意得着的时候 我盼望你举手 让我可以为你祷告 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如果你愿意的 请你举手 我可以为你祷告 有没有 看到 感谢主 我看到 可以放下手 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你愿意在主耶稣基督里面 领受这份永恒的爱和恩典 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有的请你举手 让我可以为你祷告 不要紧的 因为这份 是完全出于上帝 感谢主 我看到 好 请你放下手 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让我可以为你祷告 有没有 有没有 是,感谢主 是,我见到 感谢主 好 有没有 好 让我们一同为到刚才 决志的朋友 去祷告 我们亲爱的天父 我们献上感恩 因为 今天有几位的朋友 他们愿意 从你的手里面 你慈爱的手里面 去领受这份永远的爱 这份永恒不变的爱 多谢你 用永远的爱 你去爱我们 用你的慈爱 来吸引我们 盼望主 你继续帮助这几位 决志的朋友 让他们在未来的日子 能够得着操咒 明白真理 更加愿意在一生里面 去爱你 爱人 愿意与主你 同行他们的一生 求恩主你 你将你的慈爱 去浮备他们 让他们能够 走完整个人生 直至见你们 我们这样祷告 交托 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 阿们